这个经济呢其实在这几年是大幅的下滑 不过其实电影市场还是一惊突起 那么尤其是在即哈利波特之后 那么由罗林翻版之称的美国强党小说 也就是饥饿游戏 在今天呢也是翻上大幕 而且今天是在全球同步上映 而前篇的焦点呢就在于你主角 尤其佛罗文斯在今年其实他才21岁 那么因为拍摄这部电影 现在新普世扶摇之上 从莱坞强党热片饥饿游戏 改编自青少年创销小说 在美国预售票房 平均每10秒就卖出一张 已经突破哈利波特记录 剧情描述在北美废墟的虚拟国度 每年废墟交出一对12岁到18岁的少男少女 参加同龄决斗 新生代女星 詹妮佛罗伦斯 代替原本被抽中的妹妹 参加生死决斗 身材小好 今年才21岁的女主角 杰妮佛罗伦斯特地为片中角色把头发染成咖啡色 在电影中更是射箭 丛林奔跑 样样都来 突出的表现 心图备受看好 但没瞧她柔弱的模样 在电影中有许多精彩的武打动作 为了成功饰演女中豪杰 包括攀岩和过肩摔等困难动作 都得经过严格训练 小说热卖200万刷 作者柯林斯说 他准备写成三部曲 而光是电影首部曲 首周末的票房预估就会突破 1亿6千万美金 饥饿游戏所带来的吸引能力不容少去 记者陈玉军 龚佩荣综合报道 我们再次